这是一道送分体 老玩家都有很大概率答错 防守方四个土豆雷和一个高坚果 进攻方五个撑干僵尸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撑干僵尸能否拯救大夫 A撑干僵尸能拯救大夫 B撑干僵尸不能拯救大夫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土豆雷无法消灭全部撑干僵尸 撑干僵尸能拯救大夫 第二题 基础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解密关卡 我是僵尸中 蹦极僵尸可以疯狂耗向日葵的羊毛 那在白天草坪关卡中 多个蹦极僵尸偷袭一个向日葵 他们能带走多少个向日葵 A一共只能带走一个向日葵 B能带走多个向日葵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多个蹦极僵尸偷袭一个向日葵 能带走多个向日葵 第三题 一错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同样是搭扶梯 僵尸走坚果强快 还是走高坚果快 A走坚果强快 B走高坚果快 C它们一样快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C 它们前进速度一样 第四题 判断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雪人僵尸出现后 走一段路程就会掉头回去 那我们搭扶梯缩短路程 雪人僵尸能否触发小推车 A雪人僵尸能触发小推车 B雪人僵尸不能触发小推车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搭扶梯缩短路程后 雪人僵尸依旧不能触发小推车 第五题 附加题 我们都知道 小丑僵尸自爆能消灭植物 魅惑小丑僵尸自爆能消灭僵尸 那魅惑小丑僵尸自爆能消灭植物吗 A魅惑小丑僵尸能消灭植物 B魅惑小丑僵尸不能消灭植物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魅惑小丑僵尸不能消灭植物